爱像旅行 爱像旅行 与你感受同样快乐 吩咐了人生 非爱你不可 要你快乐 爱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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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糊涂了吧 哪是什么孙子 是外孙外孙 孙子 我听得千真万确是大包的 她又把人家姑娘的肚子高大了 听静波那口气 大包这孩子不想要 叫那姑娘把孩子给做了 我说她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她哪像我的儿子呀 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 这孩子以前多好啊 自从出了那个事以后 整个人生都要毁了 现在没自暴自弃就算不错的了 当然她也有点自暴自弃 可是你现在就算 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她已经不会再听我们的话了 我们曾经教给她的道理 告诉她的责任 被这个社会狠狠地删了一耳光 你说 我 我怎么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无理 好对不起人家姑娘 我给你出个主意 孩子咱们认 钱咱们出 责任咱们负着 社会欠她的咱们还 你说呢 我看这样吧 这个事就拜托给冯盈 这孩子心理症 办事老考人又厚道 他办事我放心的 你让他们 就代表我们家长跟人家谈 需要我们父母出面 我们一定上门赔罪认错 好吗 行 那就这样了啊 你别气啊 我挂了啊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称呼你们二位 要不我就叫你们大姐吧 这个我们可不敢当 这个 我们其实比压压也大不了脊椎 我们还是叫您叔叔吧 对 叔叔 阿姨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来呢 主要是给您二老 赔个不是 替我哥哥 今天我们把你们叫到这儿来 是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叔叔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还不如找个缝让我们钻进去呢 是这样 我们一压肚子里坏孩子了 这个 你们怎么看 是这样的啊 我们之所以来跟您二老见面 我们就是想听听您二老的意见 对吧 对 我们想先听听 先看看你们二老出什么牌 不 先听听你们二老的意见 对对 不过您要是问我们吧 我们其实想把这孩子 你们一定是想 把孩子打下来吧 没有啊 没这个意思 没有没有 我们坚决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 对 对吧 没有没有 是这样啊 今天 一压他妈妈 一起过来的 是想先给你们赔个不是 一压呢 年纪小 不懂事 怀孕这个事呢 为难你们了 不过我听一压说了 对吧 你们家都是读书人 知识分子 那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啊 我们家一压呢 没读过什么事 这个也没经历过什么事 不会跟人打交道 这个所以处理一些事情呢 也不适合我周全 不是 叔叔啊 您这个有什么打算 您就直接说了吧 那我直说了 如果你们不是 非常反对的话 这孩子啊 我们想留下来 我们绝对没有敲诈的意思 绝对没有 是这样 一压呢 年纪小不懂事 这这这 怀孕也是一个意外 可是既然怀上了呢 那也是一条生命啊 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吧 再说吧 一压他奶奶 那是吃素信佛的 这事说起来啊 真是造孽呀 所以我和他妈妈呢 今天就想请二位过来 跟你们二位大姐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这孩子留下来 好 叔叔 是这样的哈 你也看到了 今天呢 就我们俩来了 我们俩吧也是传话的 也做不了主 对 那什么 我就想问问二老 你们既然决定 要这个孩子了 你们有什么条件吗 对 条件 我先声明啊 这孩子的父亲吧 人比较野 工作比较忙 你要让他现在跟鸭结婚 两个鸭鸭鸭 一鸭 一鸭 对 那可能是不可能的 他结婚了吗 没有 不是 这个他虽然没有结婚啊 但是他一时半会儿 肯定是不打算结婚 这个我们可以不计 保证对吧 对 那要比我们最坏的打算要好 我们不一定就是非要结婚 我们一鸭她真的是个黄花闺女 之前连恋爱都没谈过 这 现在有个孩子 要生下来 那总要给左林右舍一个说法吧 要不然 这肚子突然之间大起来了 那以后孩子会被人家骂野种吧 够深的呀 进入正题了呀 算了算了你问吧 你问你问 那这样吧 舍舍 咱别让弯子了 您就直说 开个价吧 就是 只要一桌 一桌 酒席 就把家里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请过来 让他们以为 易亚已经结婚了 这样以后孩子生下来呀 不会受到歧视 还有 这个孩子我们来的 我们不会缠绝 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 我们包了 叔叔 您没开玩笑吧 就一桌 就没有其他要求了 我们又不是什么黄牛党 把你们套进来一刀一刀地攒 是吧 我告诉你们 我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工人 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再说了 我们一家是正宗的本地人 不是外来人 我们说话 算数的 不会下来的 你们要是不信 我 签字画押 将来你就是上了法庭打官司也赢不了 不是叔叔 我们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一桌 没问题 这个要求太简单了 不过 不过我 还想有个事想咨询一下您 就是这个孩子以后的抚养费问题 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 家里只有 一押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以后呢 也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外孙 多好的生活我们谈不上 但是正常的 给他吃啊给他喝 这绝对没问题 当然你们也不能对我们要求太高 我们保证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你们要是不信你们可以 可以来看 我们欢迎你们啊 来这个监督 别别别别 进去啊 叔叔您千万别这么说 是吧 既然你们都决定把这孩子留下来了 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不要 对吧 就是 但是我要声明 我们呢也是好人家 对 叔叔 我跟您说啊 这个孩子 以后不但是您家的宝 那也绝对是我们家的宝啊 那当然了 对吧 我这个当亲姑姑的 我这个当表姑姑的 对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保证 没错 以后我们绝对不会 因为这个孩子是不婚之子 我们去歧视他 对他不好 对 我们得更加地爱护他 对 对吧 不过我就是 其实挺心疼我们家压压的 谢谢 之后就要受苦了 那我 说了半天了啊 那我也说两句 您说您说 对 阿姨您一直没说 我 我觉得大家 大家都是女人的话 大家都得做这一遭 对吧 只要她肯生孩子 早生肯定比晚生要好 所以我觉得啊 你们要肯把这个面子给我们 我们绝对啊 我们是拎得亲的人家 真的 哎呦 你瞧瞧阿姨 太空经达理了 太空经达理了阿姨 我觉得阿姨有一点说得特别对 早生真的比晚生好 恢复得还快 就是 对吧 我吧 我就嫌我当初我生的晚了 要是早生那多好啊 就是啊 行了我看今儿谈得挺好 我觉得这事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行 怎么样 好吧 不是 咱们得回去跟人家说一声啊 是吧 说一声呢 爸 对 您看 我这当成我自己的事了 这个吧 这样 我们具体的一些实施方案 再等我回去跟我父母 还有我哥哥再商量一下 您再多等几天 应该 好吧 行行行 谢谢 谢谢二位姑姑了 那个 我们我们麻烦亲家了 不是亲家 没有什么亲家 是孩子她奶奶 我没有高盘的意思 姐 我怎么琢磨来琢磨去 这事没这么简单吧 刚才咱们没有哪步棋走错的吧 这不会是一大陷阱吧 现在不管是什么陷阱 咱们也得进的 但据我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不像 我看这家呀 就俩字 善良 没错 跟我想的一样 我感觉这家人吧 他们好像还真的挺简单的 这样吧 你呀 你去说服孙哲 我来说服我们家老张 要以强大的社会压力 让陈QQ就范 要不然 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父母 是吧 就是 真想不明白 你说这要是我闺女 我还得人家孩子 然后我还得低三下四地求人家 我凭什么呀我 我都得崩溃了 行 这事就按照你说的办 行 可是姐 我觉得这事难度特别大 你说陈QQ那小子 他会这么老实的 就把婚纱给披上吗 所以啊 光靠咱俩的力量 是绝对不够的 必须要发动人民群众 让他淹没在群众的拖势中 对 咱们俩呀 分头行动 我负责巧娶孙哲 我来豪夺张家平 走 走 来了 我先来 我先来 为什么你先来 每回都是你先来 今天我先来 我先来 你最爱我的了 你来了 扔吧扔吧 我要发功了 发什么功啊 发功还是白发 神勇姬叫功 七碗 没碗 没碗 搞笑什么呀 搞笑什么呀 没碗 搞笑太早了 我还没扔呢 天亮亮 天亮亮 走你 月头没有 拖地 为什么每回都是我拖地啊 苍天有眼啊 老天爷 你有点太好色了吧 每次都把这么繁重的体力活交给我干 走 你拖个地怎么了 你每天吃饱了水 睡醒了打游戏 打游戏 打游戏 打游戏是放松心情 调整一下心态 老婆 我觉得咱们家这地挺干净的 不用拖呀 还干净啊 我告诉你可脏了 尤其是那边那个脚那块 我问你你什么时候能调整好你的心情啊 人计失恋三十三天 人都明白了 我说你都失业快三十三天了 什么时候找新工作呀 找工作 那不是找工作 我现在挑 还挑呢 那您挑好了吗 你 你你你别打打击我啊 我是说失业的人跟失恋的人是一样脆弱的 你别总欺负我 不是你欺负我 是你和你那骰子一块欺负我 我觉得你那东西肯定是做手脚了吧你 灌签了你让我查查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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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身上的骰子 不是 你什么身上的 你什么身上的 你干嘛呀你 我说你过分了你啊 这结婚戒指是我送给你的 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了 我现在要把我的豪宅献给我的新宠 最尊贵的骰子居住 还东西骰子 行啊 真行 我走了我 老公 你别走呀 你别生气呀 其实我可以帮你擦地 只要你啃 你要干活我什么都啃 来吧 什么都啃 那我开始擦地了 为什么呀 做梅跟做娘是女人的两大侍候 我不是女人 这两方面我全都不擅长 可是你是她哥们呀 你得给她施加压力 她才有可能就范 她是人群中的艺术有奇葩 你就让她自然生长 考虑一下当事人的感受 那我不要搬你的手身边弄得长 我就是太考虑她的感受了 所有人都挂着她 你知道吗 我妈天天对着屁股后面催着我生孩子 可是她呢 想干什么干什么 凭什么呀 老公 你想想啊 如果她生一孩子 那咱俩压力也不得多小呀 咱俩的事是咱俩的事 你哥的事是你哥的事 不要混那一谈 你丈母娘也是这个意思 既然是你们家的事 我就更不能跟她掺和了 老公 不要拿脚勾我 我正在干活 老公 老公 不要叫我 我在劳动改造 老公 我的电脑突然间死机了 这个安全控件材都我没有了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别过来 你说不让我叫什么 不是 这可以 可以 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我才让你修 你不要混为一谈好吧 你这样是不多别人的快乐 其实爸 我的手机最近也总死机 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这么多活啊 那我就没有时间擦地了 擦什么地啊 咱家地又不脏 老公 你可千万别累坏了 来 你女人怎么都这样啊 刚才还说地脏 这一会儿又不脏了 太善变了 来 乐乐侠 你能够二百万金币吗 我要升级 骷拉 咱们偷偷进庄园里看看怎么样 看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好啊 爸爸不学好 还带着儿子一起玩游戏 是吧 不许超市啊 这也是跟儿子沟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时间是你设置的 就四十五分钟 怎么可能超市 奥德啊 骷拉是谁啊 我游戏里的名字 他不是老欺负你那个同学吗 我说你肚量可够大的啊 人家把你欺负成那样 你还用人家的名字啊 因为我使用我的游戏里 像骷拉那么厉害嘛 这都什么逻辑呀 来 快吃吧 嗯 拿着 张家平 过来一下 我有事请你帮忙 这种事儿我不干啊 明明看这事儿没前途 没未来 干嘛非要演戏啊 干嘛非要演戏 干嘛非要演戏 真是的我跟你讲 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你不能强按着牛头去饮水吧 行了张家平 我还以为你跳着脚会叫好呢 我还拍着脚呢我 他陈QQ都自由这么些年了 怎么了 现在回归一下社会不行吗 就算为了孩子 行不行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陈QQ有权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是的 本来 本来人家就是夜情的 这么个点事儿 你们非诚搞成这个天长地久 就为了你们这些第三者旁观者 看着这高兴就强买强卖啊 什么事儿再说了 这事儿你们都看不出未来 也看不出他们俩能好到什么份上 肯定要散的 你干嘛非扯一个小孩进来受罪呢 干什么呢 做好事儿 你们根本就不是做好事儿 就是在做坏事儿 善恶不能以你们的标准为标准 你们要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 你的意思就是啊 我的感受就不是你的感受了 对吗 张家平 你是不是特别想过陈QQ那样 自由自在夜情的生活 什么呀 什么呀 两码事儿 两码事儿 不要我一说谁 你就往自己身上套 我再跟你讲道理 行了吧 什么讲道理啊 其实你心里啊一直这么想 只不过借着陈QQ的事儿 你就书发出来了 真的 我还真发现 你跟女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我结婚书就发现这点了 你说怪我给忘了 忘了 行了啊 我告诉你啊 你觉得你把陈QQ当成好朋友了 你一心为人着想 可是他为你想了吗 如果他真的为你想 把你当真心朋友 那他为什么现在自己还单身 去把你介绍给我呢 那是因为我求他介绍的 真心 躲开 你们家祖传都玩逗的 都是 跟你没玩的 那是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 行了 好的 快 到时间了 不许玩了啊 快去睡觉 洗脸啊 刷牙 你刚才吃梨了 妈妈 我又学会一个新成语 一见钟情 对吗 妈妈 妈妈 真心 太够了 感谢观看 什么时候的事啊 还先别按 那断了吗 你等着啊 你别着急啊 马上过来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孙哲姐姐 被家暴了 说什么美股都翻出来 肋股都断了 我去了啊 我不按了啊 家暴 这太残忍了吧 你等会儿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看 这怎么好呀 这怎么办呢 这 这都是她打的 阿姨 这个吃那个浆安药了吗 不行 来两瓶塑造就新吧 好的 家里有吗 有 在那儿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上医院去 我一看我那舍包抗老板 我就回家去拿 只是他一进门 一看个孩子的妈 他可以女的在床上 这 当时我没控制住 我上去 我就抱着那女的 我不想让她穿衣服 孩子怎么办 他就打了我 拽我 那当时家里就他们俩人呢 还有我婆婆呢 当时就让我婆婆把那女的拉出去 就让她穿的衣服 不是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个 还有没有天理了 姐姐 你平时你就跟个保姆似的 伺候他们全家 她还在外面沾花惹草啊 她养你的良心呢 被狗吃了 不行 不行 我就要不好好收拾收拾的 她真的以为咱俩没人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快你转着我啊 你们谁都别来说话 别别别 你 静谱 冯姨 你可别拉着 她拿菜都别再吃亏了 对对对 别去 妈 妈 回来回来 你别打110 打110 你打110 快快快 不对啊 救人要120吧 这让你打110嘛 让110到那去 去截着警波去 这让她拿着刀子 别再出了人命 110 120喊东西打你 喂 110 怎么不接电话 你可回来了 你看你姐 被你姐夫打的 都打成这样了 那个快快快 去追警波去 警波拿着踩刀呢 拿着踩刀干嘛 看你姐夫去了 快快快 120 不对 120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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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给我开门 杨丽 我给我二宫孩子你 我就不加钱 给我开门 杨丽 给我开门是不是 好 我叫你给我开门 杨丽给我开门 开门 让开门 开门 杨丽呢 在救妈呀 我说 杨丽丽 他救妈呀 别再拿着我 谁拿着我看谁 杨丽丽丽 我说他就骂呀 放开我 我姐姐这么不容易蹭 你们就这样 你们就这么对着 你们是人吗 你放开我 杨丽丽丽 你关我 在哪儿呢 杨丽 莫 你真卡啊 姑娘啊 你终于出现了 你看你 我 是 我 我就 是 我 你是 我 本姑娘今天刀法做好的 下一次 我指不定我砍打了 就凭你这最没熟眼的长相 你要人品没人品 你要钱没钱 你还跟刀破姐姐 你以后你再敢欺负她试试 行了 别让了 赶快把你儿子的耳朵给绑上 亲院给她缝上 要不然以后就没耳朵了 你怎么来了 怎么全是血啊 我看看 没事吧你 你别管了 走吧 走什么走啊 我上去看看 你还看什么呀 有什么好看的 孙哲 你怎么能这样呢 一刀下去它缝八人 这位置多选啊 你真要把它弄残了弄死了 你下半辈子怎么办 你是不是蹲监狱 咱们家怎么办 你怎么不想后果呢 孙哲 你搞清楚了啊 我是为了你们家牺牲的呀 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后半辈子 给我去监狱送饭吧 我最看不上你这样的了 还送她去医院 还给她叫120 你白让我威武了你 你威武什么呀 就这人家告不告你 还两说呢 你让她告呀 你让她告呀 我不告她我就不错了 你知道吗 她把你姐爷那个 连打的都开花了 把肋骨条都给剃断了 我这叫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可倒好 还给她医药费 你知道你姐爷的医药费 都是她自己掏的 你说的都没错 但是你不要再跟我嘴硬了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一个道理 她是一个流氓 你现在是在跟一个流氓去拼命 你把她弄死了 她把你弄死了 全都是你不合算 你怎么不明白呢 还有活 人家现在是一家人吵架吧 人家吵完之后还是一家人 你夹在中间 你解决不了问题 不是孙中你没事吧 她把你姐打成这样了 她们还是一家人呀 这婚肯定离定了 离什么婚啊 离不离婚 那是我姐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的 没离婚以前 那就是我姐的丈夫 我算看上来了 你们全家人都是嘴把事 跟你妈一样 搞思想正式工作的 她家暴你姐姐 这种事情有一次就得有第二次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眼睁睁的 把你姐姐往火坑里推 这要是我姐姐 我要死要活 也得让他们俩离婚 我是在跟你说 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解决家庭问题 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的 咔嚓一刀下去就行了 能解决吗 你这是在激化矛盾 你得给双方留一个余地 成了我也看出来了 有一天你要是家暴我 我肯定原谅你 行行行 别臭美了 就你这样的 家暴我都懒得家暴 姐 妈妈呢 那个叔叔陪阿姨去医院了 那个我在这儿陪姐姐 姐 你放心吧 这回你跟他们比杨家 绝对杨没吐气了 孙真你给我倒杯水去 那个 我儿子呢 你没把他给带回来呀 坏了 不是 我这脑子里哪有这根弦啊 那现在怎么办呀 姐 你别着急 我现在去学校 和亮亮接回来 都现在这个点了 他早就放学了 他肯定去那边家里去了 他肯定去那边家里去了 他们肯定不会把儿子还给我的 不行 我要把他给弄回来 姐 你歇着 这事让他们俩去办就行了 快快 姐 你放心啊 这事你交给我 我肯定能给你搞定 齐波你 你不站住 刚才跟你说的话是不是都白说了 你还见家里不够乱是吧 你干吗呀 有本你去呀 你别管我 给我回来 哥 人吗 你干什么呀你 你就听 你放手 别闹了 你就听他的吧 我听什么呀 有本他去呀 别吵了 亮亮来 电话了 亮亮啊 亮亮 你别害怕啊 那是妈妈呀 不小心给摔了一跤 没事啊 那个 我跟他说 我让舅舅接你去 你听妈妈的话 你在家把门给反锁了 谁敲门 你就别开门 舅舅开门 喂 喂 亮亮 我是舅妈 你听舅妈的啊 你爸爸和你奶奶去敲门 你都不要开 你只给你舅舅开门 听到没有 乖啊 喂 喂 亮亮 舅舅十五分钟就到 好 别害怕 小心点 你呀 家里大人打架 你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呢 那有什么了 他迟早不得知道吗 不要给孩子一个蓄稳的时间 那回头怎么跟他说呀 说他妈妈的伤是自己磕的 他爸爸的耳朵是自己掉的呀 耳朵 耳朵 你说你这个啊 又不是路 自己不回家 干嘛非要送我 行了吧你啊 美的你 谁想送你呢 我是想趁这个机会 好好教育教育你 孙舍在 我不好意思说 你说你啊 你怎么着也受过 这么多年教育吧 书香门底出身吧 你怎么今天说拿刀就拿刀了呢 这出了事怎么办呀 真是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在你眼里 还是那个 梁山好汉时代呢 人家犯了事 自有法律惩罚 用不着你在这儿 你今天 你今天拿刀出去那一瞬间 你知道吗 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里来了 你说万一 万一出了人命怎么办 不可能 姐 你是搞教育的 你是老师 你教人真善美 你对社会抱有一种美好的憧憬 这都对 这是你的责任 你应该保持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我从毕业到现在 我就一直混社会 这种事情多了 在这个社会上 对待什么样的人 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知道吗 对待那些 贪婪小人 就给他点钱 绝对搞定 没有问题 但是你对待不平等的事情 一定要自己去拼 去争取 我告诉你 就杨李这样的人 我今天要不是给他点颜色看看 你以为警察会管啊 你知道这种家暴事件 对于孙哲姐姐心理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对于孩子带来什么样的阴影 你觉得杨李最后 能够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我告诉你 这事我一点都不后悔 全世界 要是所有的女人 都像孙哲姐姐那样 那家暴无穷无尽 但是 如果女人都能像我这样 那家暴事件 就等于零 等于零 我看你啊 你不家暴人家就不错 真是的 你是谁啊 警察呀 改行算了 喂 吴老师啊 您好 有事吗 对 我今天临时家里有点事 我没能去接他 怎么了 是吗 那行行行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去举 对 我带上伍德 让伍德进去拿 你呀 好好教育教育他 行 我知道 麻烦您了啊 好的好的 行 那就这样啊 吴老师 好好好 你瞧瞧伍德这孩子 六三落四 不是 哎 哎 你还说我呢 你瞧你刚才变得这块 不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改行哎 没办法 真的真的 以后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 我死 在老师面前 我 就是孙子 哎 那你是不是你那个学生家长 跟你也这样啊 没觉得呀 得 那你亏了 吴老师啊 真是感谢你啊 麻烦您了今天 没事儿 欧德呀 嗯 再想想 还有什么东西留在老师家里了 嗯 记得啊 以后像作业本啊 文具盒这些的 你一定要自己放在心里 不然老师落在老师家里 你回家怎么做作业呢 哦 知道了 哦 墨精 哎 臭小子 墨精 嗯 曹你丢三落四的 以后要记住啊 好 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 跟吴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啊吴老师 好 那老师再见啊 走好 臭小子 停车 停车 啊 什么事啊吴老师 我玩安排就老师家了 我要回去一下 不回去 这一星期啊 都不要玩安排了啊 下个星期 去老师家学习的时候 再去拿 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可以拿呀 我要安排嘛爸爸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我会很久都见不到苦辣的 爸 你干嘛呀你 一个小孩 你干嘛那么严格是吧 以后注意就行了 不想 不委屈 回家 妈妈 不是 你看你 你 欧德啊 你说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啊 上学不带文具盒 下学了 你把围巾又落学校了 你看看上次 你差点把妈妈手机丢了 这回你又把iPad 落在老师家了 你自己东西都管不好啊 你什么时候把自己该丢了 怎么说话呢 注意言辞 你还搞教育的呢 不能随便用这个负面词汇 什么叫不把自己给丢了 真丢了 你不得哭翻天了 张佳萍 我教育孩子呢 你少插嘴啊 儿子现在不是年纪小吗 正需要咱们俩提醒照顾的时候 你真等过两年 人家孩子长大了是吧 上了学了 偶德自然 什么都记住了 对吧 再说这事吧 我觉得你真不能怪儿子 他随你 真的随你 你看你什么时候不是出什么 开始摸钥匙啊 你瞪什么眼睛啊 你说我秘书 没少往家给送钥匙吧 对吧 其实我爸爸最爱我 给我买魔法书 给我金币 每天都不骂我 妈妈一点都不爱我 妈妈你也这样就算拉斯达 我就像你嘛 不不不不 张家平 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两面三刀 八面玲珑 四处逃好出我以外的人 哎 你想顾虑我呀 没有 你打的什么主意啊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点点 让你今夜都熬眠 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花啦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转的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要你知道你最美 啊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很好眠 我的小鬼小鬼 念念你的笑脸 让你喜欢整个明天 花啦啦啦啦啦 我的宝贝 转的时候有个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要知道你最美 要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要知道你最美 你的宝贝 你最美 你最美